前天呢在新北市板橋地區有位民眾發現 有一名女童她身上綁著鐵鏈 而且還和睡在一旁的老先生拴在一起 當時她以為是虐童案因此報警 而警方到場之後了解發現呢 原來這名老先生是女童的阿公 因為家境清寒 阿公平時是做資源回收貼補家用 當天她是帶著年僅四歲的女童出門 為了躲雨在棋樓下休息 但是又怕女童被抱走才會用鐵鏈拴住她 監視器畫面中一位阿公推著娃娃車 裡頭坐著一名女童穿過街道走廊 民眾直擊阿公最後來到這個棋樓 在躺椅上午睡 卻用鐵鏈將女童腰部拴住 疑似虐童 下雨時候我就在那邊搶睡著了 我就怕人家抓走 怕人家抓走我就怕小孩子 找不到小孩子 我說什麼 我說這兩個人打架這樣 原來四歲女童是這名64歲 張姓阿公的孫女 因為父母分居 媽媽上班是沒人顧 阿公扛起大部分撫養責任 從小將孫女帶大 從一歲到四歲了 第一個腰腰都是我擦的 肚子慌慌說我在去看 他腰腰都我就擦了 事實上阿公一家是中低收入戶 雖然領有社福補助 但為了補貼家用 阿公每天都推著三輪車 到附近市場做資源回收 阿公目前應該是以食荒為生 那家境就是應該是並非小康這樣 阿公身上還隨身帶著女童照片 看得出來對她非常疼愛 阿公跟孫女的故事傳開之後 社會局也表示 其實中低收入戶如果需要孩童照顧 社會局可以提供免費公共托育 有DNTV吳承翰 邱俊彦 新北市報導